歡迎來到阿劉師的頻道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就是 過年的佳肴 備料的部分就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去傳統的菜市場 買一公斤的豬肉叫他幫你攪碎 然後再買一些韭菜 加一些麻油些許的麻油 然後一台筋的麻油 一台筋的麻油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喜歡這種口味 有些人喜歡多一點酒 有些人喜歡多一點豬肉 這種東西都是很free的 只要自己吃了健康喜歡就好 好那先第一道步驟先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這樣可以更入味 我要教大家很棒的一個步驟 就是你沾一點水 然後抹在這會比較好黏 你們沒有說很專業的感覺嗎 這看起來很專業吧 對好看起來很專業 好那我們就先 就這樣捲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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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然後磨一點粉 然後把它從旁邊到中間 欸天啊我覺得我包得還不錯耶 對啊這是我人生第一餃子 我把我人生第一個金元寶獻給大家了 好緊張 我很怕包成鍋貼你知道嗎 再做一個給大家看 這樣沾一點粉 好 然後一樣就是我們挖一湯匙 再多一點點的絞肉把它包在裡面 然後可以把它用穩固一點點 因為這樣肉不會散掉 也等一下方便我們煮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沾點水 然後抹在這旁邊 這樣它會包得比較密 比較和 沒有沾那個粉的話 它就容易爆開這樣不好 好 一樣要捲曲喔 好 好 一樣從旁邊開始 從旁邊的捏到中間 讓裡面盡量的沒有空氣這樣子 等一下下水的時候 就不會容易爆開 我人生第二顆金元寶已經完成了 我們做六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很棒 大鮮Q 喔 耶 可以 大家都被我的廚藝震驚到了 好 一樣喔 一湯匙 包覆好 盡濕 好了喔 六顆要完成了喔 祝大家六六大順喔 好燙喔 好燙喔 謝謝大家的配合 謝謝大家的配合 OK 現在水已經滾了 然後剛才 我的同事們 就是說要吃我做的水餃 然後正當我要開始煮的時候 他們居然自己買了一些來 所以就只能來個大底瓶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煮水餃了 好 不會 不會 你們不要緊張 OK 好 那其實 要趕快把它們就是撥遠一點 因為它才剛下去的話 水餃的皮很容易黏在一起 OK 我們煮好了 哇 哇 好香喔 現在已經做完了 就是完成品了 然後 在過年的時候 一定要吃上一盤水餃 就是我家一定會做的事情 然後在新的一年呢 那就祝大家 財源廣進 平安安 龍鳳城翔 OK Happy New Year 如果想關注我更多的消息 請鎖定 忠實娛樂 就會知道我的 水餃是如何啦 掰掰 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搞到最後變一個 餃子比拼大賽 嗨 你好 我剛自己包了一個餃子 然後 當然還是有 摻雜其他人的 對 但是我現在要邀請妳試吃 我包了六顆 可能其中一顆裡面有 有獎金在裡面 真的耶 對對對 所以妳就自己選好了 真的 要吃嗎 那妳有醬油要不要吃 不用不用 喔沒有沒有 要吃嗎要吃嗎 要要要要 沒有吧 那妳選到了是沒有的 嗯 那好吃嗎這種 真的嗎 那妳可以給鏡頭 一個讚嗎 可以 妳可以自由選擇 沒關係 嗯 會有銅板嗎 不一定 那種長條狀的會比較那個 比較 比較有福氣嗎 對 它比較像晶圓寶 它比較像晶圓寶 嗯 好好吃喔 還有很合我的口味 不會太鹹 不會太甜 哪一個比較好吃 還是妳想兩個都吃也OK 我吃一個就好 喔 Rajat這個應該剛熟 其他我不知道有沒有熟 但是這種形狀的都還不錯 不錯啊 可是那個太長了 吃起來怕會OK 這是妳做的嗎 這個啊 這個 我這個 這個不是我做 不過沒有關係 過年反正是餃子都好 我也不想要跟別人比賽 這個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它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我剛剛摸去 好好吃喔真的 不是普通的好吃 第二個比較好吃 第二個 嗯 我以為Rora姐會說第一個 但是她說的第二個 好了 看到大家表情 其實我就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啦 今天 這個過年專題呢 就到這啦 然後如果要follow我的話 請 鎖定 忠實娛樂 拜拜